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ADMT-3全中大地音频电场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 我们仪器里面有三种这样的一个测量模式 两极跑面 那么还有一个两极测身 还有扫屏跑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主机 ADMT-3大地音频电场物碳仪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还有一个主屏幕 然后可能按键 然后有我们的电源开关 有我们的这一个信号增益功能 还有一个检测按钮 让我们的这个电源充足的情况下 这个灯会是亮红的 这就是我们的电源是充足的 如果不亮 那么就说需要充电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布局 两极跑面 第一步 那么首先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 远处有一个电极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电极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电极 那么相对这种简称为MN点击 这个中间的一个连接线 这是我们的20米的侧线 这连接线 那么两极跑面的 这就是两极跑面的 首先就是第一步 那是不急 不急就是两个电极已经不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移动这一个电极 按照一定的点距 按照一定点距 比如说是5米或者10米 那么首先我们移动这个电极 移动5米 好 那大概这是5米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插好这个电极 然后再指挥另一个 另一个我们的操作员 向另外一个方向 向同样的重型的前行方向 然后把电极插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工作 这是我们的野外一个数 测线的一个布置 还有这个 这就是两极跑面 那么然后进行我们的 仪器进行采样 也就是测量 然后呢 这是依次脸推 这是一个点 两个点 甚至三四个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两极跑面的一个测量过程 好 两极跑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